污水后巷彩绘又在天生力军 新北市永和区永福里 在国中路内的巷弄墙上 画上了活泼的校园活动彩绘 将临近永和国中的学习氛围 延伸到了社区 经过彩绘之后后巷变得明亮 居民就可以放心地送孩子上小学 开心地在彩绘墙前打卡 不管是玩一二三木头人 还是假装跟墙上的人物斗牛 画面斗趣令人眼睛危惧一亮 永和区符合里里长陈清香 争取到水利局预算 在里内临近永和国中的后巷 才会学生各种课后活动的画面 增添社区活泼氛围 因为永和国中就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就做一些校园的元素 学生的升学率很重要 但是这个课外的他们也是很强的 那利用这次的内容把它彩绘在这个墙壁上 把这个巷道弄得这么完美 就是希望说大家来这边打卡 让永福里有朝气 彩绘墙上有可爱的学生游泳画面 还有学校黑板端正地写上日期与值日生名字 充满课堂氛围 各式画面生动有趣 让后巷就像是学校课堂的延伸 跟以前的反差很大 以前都是暗暗的脏脏的 我们甚至都不敢往里面走 那现在不是 只要走进去 我们心情就是很愉悦 有时候可以来这边 看一看里内的一些 生动的东西 我觉得对大家都是很有帮助 然后大家心情都会很好 这条后巷是李明前往学校的捷径 过去都因后巷阴暗 习惯绕到大马路 现在李明乐于走捷径 接送孙儿上下学 现在就可以捷径又超近路 又很漂亮啊 我孙子也很喜欢 每次我抓走大马路 说阿嬷我要走这里啦 那个图案画得好漂亮哦 我们妈孙儿两个人走这里 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下次到永和永福里 别忘了到国中路内的巷弄内 走走看看 找找校园活动彩绘墙 拍张趣味打卡照 留下美丽回忆